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 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 其实我这个测试项目 估计到今天为止就已经正式的暂停了 就是我跟那个我朋友那边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两天 然后最后闹掰了吧 然后我不想弄了 所以我现在也从他家里面搬出来 然后现在住在酒店 这个酒店的话是住的一个还好吧 两个房间 然后250块钱一碗 我现在是先他指最长 就是他这个房间 就是能够住六天 所以我今天现在就是再特别现在六天 这六天的话 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三项货给弄掉 所以明天开始跑电子市场 然后走线下 看能不能把它给弄掉 弄不掉的话 再想其他的办法 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事情就闹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原因很多了 主要是这一个月下来 感觉就没有我想象的容易 当然我当时也有准备 也知道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 但是他的这种办事效率也好还是各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然后最后压倒 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昨天的一个事情 其实事情很简单 就是办那个手机卡 SIM卡 因为我来的时候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让他想让他帮我办一张电话卡 因为我好出去 然后我也好在外面游网啊 可以自己出去逛逛 然后他一直觉得就是说我待的时间又不长 然后就不愿意给我办 然后之前我有尝试着自己去这种手机店里面去办 结果一直办不下来 主要是我那个签证是电子签证 他们这边很多这种店铺的话 他需要那个纸签才可以 然后我那个电子签证的话 他们不行 所以就一直没弄下来 没弄下来的话 我昨天确实出去 然后去谈一些事情 后面会跑回机场 因为我觉得机场的话 不管纸签电子线 一般你国外的游客下了飞机的话 肯定能够在机场买到一张信用卡 所以我又跑回机场 机场然后问了一拳又没有 最后碰见了一个黄牛吧 也算黄牛也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然后他就跟帮我打了好的电话 然后最后联系了一家说可以办 然后就花了500卢布 也是人民币50块钱 然后坐他的车 估计不到1000米就到了 就机场旁边的一个手机店 然后就帮我弄 然后就是拿护照 电子签证 然后各个东西 然后后面他就需要两个 reference number 就是两个三段一个 就是推荐也好 还是说 就是你要有两个手机号码 给你做一个验证 然后他那个店主的话 他愿意提供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必须要 另外的手机号码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没有带任何的手机号码在身上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就用WiFi或用那个手机店老板的手机打他电话 然后我要他提供一个短信验证码 其实就是一个短信验证码而已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我现在在办手机卡 我需要你的短信验证码 然后你等我配合他这个老板弄一下 结果他拒绝掉了 我跟他打了很多电话 他都拒绝掉了 他就他就不跟我弄 我当时特别特别火 真的特别特别火 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 他之前不给我办 他说他因为印度人好像一个身份证 只能办六张电话卡 他说他已经办了六张了 然后他没有 就没法给我办了 我说那可以 后面我就用我自己的护照去办 然后我要他给我个验证码 他不愿意 然后就这个事情 我后面很火很火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的话 如果是我确定了我要弄 比如说我要买这个手机板 我就一定会买 就一定要买到 花多少钱 花多少代价 我都会把它弄到 所以最后我在那里面 真的很绝望 很就是很愤怒 真的是很愤怒 我就是在那里 然后那个电脑板都有点 替我有点感觉到不止 因为我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是我合伙人 然后我是来这边跟他做生意的 然后我还给他开了工资 然后既然他不愿意 给我提供一个短信验证码 短信验证码的话 他我朋友他觉得如果说 我用他的那个验证码验证的话 他就会影响他现在使用的那个手机号码 如果我这个一激活 他有可能他有一张电话卡 就会被注销掉 然后我跟那个电脑闻确定了 他说不会 从心里面来讲 他有可能就是不想让我买到手机卡 因为我没有手机卡的话 我就不会乱跑 就不会跟其他人去聊 不跟其他中介去聊 然后我自己也不会乱出去 然后去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所以之前有几次我确实很 很心里 其实很心情很糟的时候 自己出去的时候 其实别挺那个 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安全 而是说我没有一张手机卡 我没有网络 我没有电话 我真的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 他妈的 我连报警电话都打不了 我还不要说 我用网络去查什么餐馆 饭馆 然后查到什么好玩的地方 或者说去解决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连出去你连网络跟现在人 你都用手机 你网络什么东西都没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火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下来 后面我就跟那个老板讲 我说我出一千楼 就是人民币一百块钱 你帮我随便找个人 到街上随便拿一个人 或者说下一个男女店面的人 就是那个用他的手机号码帮我弄 我愿意给他一千 就是我给他一百块钱 我说就让他帮我弄 结果那个电脑板后面也那个 他就后面来了一个脑头 然后就用他的手机号码帮我给弄下来 然后手机号最后花了很多钱 花了钱其实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就是为什么说 我这样一个事情你都不愿意给我弄 他觉得他有风险 会给他带来麻烦 那你一个手机卡这样的事情 你都不愿意去承担这种风险的话 那我怎么把那么大的生意 或者把以后的那些生意交给你去弄 你这么一点小小的东西 你都不跟我弄 那我怎么期待你以后 那你出了问题 你就那个或者说你逃避所有的风险 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那怎么可能吗 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些原因吧 也不能说是他的错或我的错 然后就彻底就 我就很就把昨天事情发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本来我昨天晚上是想跟他聊这个事情的 但是我后面控制出了 我也没跟他扯 而今天的话 又一起来生就彻底有点爆发了 然后他就让我在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出来吃饭的时候 他说让我自己找酒宴 然后不要住他家里面了 然后我说好啊 我也没说什么了 我就直接找了这附近的酒店 然后直接把货啊 东西啊全部都包出来了 当然这个事情走到现在的话 其实我也不觉得是我们两个 哪一个人有很多的错 有可能只是真的不适合一起搭伙做生意而已 我就是那种很喜欢冒险 很喜欢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或者说不按套路走 然后他那种就是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全部人不愿意承担一点点这种风险的一个人 然后什么东西都想就循规蹈矩 然后一步一步 然后不急不慢的去弄 所以我们两个人有可能在性格上 或者在这种工作的这种方式上完全不匹配 所以说也不能说哪个人对或哪个人错 就是说有可能奶也是缘分 善也是缘分吧 最后当然我走的时候 其实我把他喊到房间里面说 要不要把这个工资给他接一下 然后他说不用 我说那就当房费嘛 毕竟我在他住了一个月 他说也不需要 他跟他爸已经商量好了 就不会收我任何的钱 因为怎么讲 他有可能也觉得 就是这一个月下来 自己确实没有把很多事情弄好 然后从某种医生来讲 也觉得也就不想要吧 然后他爸觉得当年他去深圳 我也没为难他 然后到这里又没给我弄 又没弄出什么事情 也觉得不要贪钱了 所以后面我就拿着货我就走了 然后其实我心里是很难受的 我跟他爸握手道别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 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妈当时我说 要不要跟他妈说一声 然后他说不需要了 然后我就拿着货 拿着行李 拿着背包 然后就打敌那酒店了 好了 反正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了 怎么讲 其实没有什么时候觉得会不会后悔吧 就是走到这一步 当然谁也不愿意 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 那就接下来往后面走嘛 然后明天的话 我开始跑市场 然后尽量把这个货给处理掉 然后看吧 看以后怎么弄 也许本身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还是很高的 因为我在这边跟许多人聊过 包括各个所有认识的这些朋友也好 还是说平时在打敌的过程中 跟别人谈这些事情 都是觉得这个项目可行性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电商也好 还是说我这个规划其实是很有 就是说还是很有潜力的 但是最后还是弄砸了 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继续往后面走 其实也不一定 明年的话 我有可能会找一个新的人 然后新的合伙人 重新开始注册一个新的公司 然后弄这个事情吧 然后就直接搞新的公司 也不做什么测试项目了 当然也要找到投资人了 一个人肯定是弄不了的 好了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子了 我现在是在酒店 灯火明天就是这是开始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挑战吧 OK 拜拜 拜拜